你们又以为我在留言 就算真的喜极而泣 也不让人意外 红秀柱挑战不可能任务 破砖成功 我希望不只是如此 我希望有更大层面的朋友 更多来支持我 我在跟大家讲 我的这个支持我的朋友 现在是只有胜率 稳住基本盘 还让少数胜率心动 是闯过初选关键 三间民调公司的结果 红秀柱个人支持度一举冲破五成 对比式民调平均也破四成 加总后超过四成六的支持度 轻松跨过30%的门槛 我们真的期盼 我们两位女士 或者说两个女人的选战 能够给社会 大助一个全新的观感 还是对红副院长表达 祝福跟恭贺之意 如果红副院长 能够顺利的出现的话 那我们能够进行一场 这个一种新的选战 我们共同来 行硕一个新的选举的文化 就不要有那么多的抹黑造谣 两个女人的战争 比个人魅力也拼副手加分 红秀柱初步锁定 比她年轻 性别审级互补的人选 小辣椒不怕跟小鹰PK 党内却依旧酿下一步 卡住大作战 表达一些支持院长的声音 那怎么看 尊重他们 我讲过从来没有 拜托过任何 中常委后我们的委员 去为我做任何有关 这类的事情 那你还会在义不容辞吗 现在不再谈它了 我们恭喜恭喜 祝福 闯过初选不算提名 17号中常会先河北 7月19全代会通过 才算正式生效 传出挺王派蠢蠢欲动 打算暗中操作 党下红秀柱 我想不出来有些什么变数 不管任何变数 我一再强调 我相信我们的制度 相信我们的政党 那接下来我们会用团队的精神 共同来努力 争取全民的支持 洪秀柱先给党中央戴高帽 反制卡住 阴谋论 尽管自己人可能成为最大绊脚石 但有高民调当后盾 小辣椒坚持炼砖成育的精神 才稳前进2016的每一步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